指定的方式 这里是用一个绝对的路径 什么C帽号斜线 哪一个Furder 哪一个资料夹 在哪一个档案 可是这种方式的话 很容易怎么样呢 很容易写死 写死之后 你换一个路径之后 完蛋了 那我刚刚的这种写法是什么呢 我刚刚的写法是指向什么 指向List Workbook 就是说呢 将来你只要把那个 你的资料库放在哪里呢 放在跟你说一样的位置就好了 这种方式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写固定的 也是OK的 另外呢 有常同学问到说 如果你的 你的什么呢 你的那个资料库 是放在网路上面的话 这边有个叫什么 Network Location 就是说如果你是放在一个 比如说网方上面的 内部网路的一个路径的话 你就指向一个什么 一个你的电脑名称 加上一个它Share的Name 它Share出来的名称 还有它的Furder名称 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那其实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名称稍微替换一下 就可以指向什么呢 你们部门内部的一个路径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 共用的目的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参考 如果说你今天呢 不一定是SS啦 如果你是SQL Server的话 那请各位参考这个SS SQL Server哪一个版本 这边都有 Oracle也有了 那 其实基本上呢 它的那个Tree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一行 Server一定 它是一个Server的名称 然后它的Data Base 它的User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所以需要一个User ID跟Password 所以这一串呢 你就把它取代一下 那基本上就可以连接的到 主要就改那一串 其它基本上都不用改 像刚刚那个什么Slaze 因为如果有用过资料库 我想这个部分呢 应该都很熟悉 因为这个是一个SQL的标准语法 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资料库 都是共通的 这个就是共通的那个资料库的语言 这部分就是SQL 那Slaze的部分我想 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 这个地方 Slaze后面加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它一个Star Star实际上指就是所有的栏位 可能里面有十个栏位 十个栏位的资料通通回来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要一个栏位 就是地址的话 那就是Slaze的地址 那个Slaze后面是指的是什么 栏位名称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 因为栏位名称好像有的 有刮符函数或有什么 所以一找啊 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会有跳出错误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 From后面的话 就是一个资料表的名称 那要特别注意 刚刚有同学叫地址一地址二 那你这个地方是写地址 你就要用 你就把它改一下 叫地址一地址二就好了 那后面的话 有个会友词句 会友这里常用 就筛选条件 如果呢 你的会友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地址里面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这边的资料里面 有哪一些是驻中校东路的 那我想要把中校东路的资料 搬找回来 就算了 给大家啊 我可以说 你怎么说